各位觀眾 說書界的全新創舉 今天要挑戰一邊玩遊戲 一邊講故事 講宮崎英高的故事 還有講隻狼的故事 那我要一邊玩遊戲 一邊來講這個關於製作人 關於這款遊戲的魅力 就算完全都沒有玩過的 你甚至都可能聽過 聽過什麼 宮崎英高的惡意 這是宮崎英高的惡意 宮崎老賊你他媽 到底什麼是宮崎英高的惡意呢 來我們來邊打邊講 等一下快死了快死了 怎麼講 等一下我先帶好閃 誰說可以一邊講故事的 等一下不算不算 重來重來 就差一刀了 這就是常常打這個遊戲會發生的事 你就覺得快要贏了 每一次快要贏了 然後換來的是什麼 但是累積死亡以後 你就會學會嗎 又差一刀 等一下真的崩潰 我覺得我必須先切出來 平復一下心情 這個由於一些技術問題 不是設備的技術問題 由於本人的技術問題 我們先進入第二個環節 就是讓我好好的 先把遊戲放著 我們好好的聊聊 恭喜英高 恭喜老賊 還有隻狼的魅力 馬上放棄 進入第二趴 笑死 首先還是要講一下參考資料 當然是看維基百科 還有很多很多影片 那比較主要 推薦給大家可以去看這兩波 那我也有參考他們的資料 那就直接來講 首先他是1974年生 你會發現 他其實年紀並不算很大 稍微google一下 發現他是一個很知名的遊戲製作人 他是這個慶應大學畢業 慶應是很厲害的大學 是大家都拼了命想要進去的 考試很難考的一個學校 那代表他是會念書的 他其實小時候就是很愛看書 這也跟他後來的這個 遊戲作品風格都很有相關 他是喜歡看各式各樣的 尤其一些這種 什麼奇幻文學 西方文學 什麼克蘇魯 這種黑暗神秘的東西 他特別喜歡 所以你會發現他的遊戲怎樣 充滿了這種風格 改變他的那款遊戲叫做 迷霧古城 英文叫做ICO 雖然是以前的遊戲嘛 可是現在去看 你會發現那個遊戲 真的很有魅力 就是他會讓你感受到 哇你好像在一個幻境裡面 他那個整個場景 那重點是很沉靜 然後他就覺得 哇遊戲真的是一個 可以讓人進入另一個世界一樣 那種感覺 所以他就很想要製作遊戲 這個想法出來以後 他怎樣 一來決然轉換寶島 那也剛好怎樣 他進了一家夠奇怪的公司 講到這個 Brown Software 他的社長 叫做 神執力 他本來就是一個怪人 他一開始因為機車事故 得到了一筆保險金 然後拿那筆保險金 來成立了一家小公司 原本做一些軟體什麼的 然後後來決定要做遊戲 那這家小公司 有抱一個大腿啦 就是索尼 Sony 那他們開始做遊戲以後 恭喜英格也很剛好的 其實很幸運的 進入了這家 面試的時候應該對他 就有提出一些質疑的 然後包含你原本薪水這麼高 你確定你要來我們這邊嗎 薪水可能是很低的喔 那他覺得沒關係 薪水只有一半也沒關係 恭喜英格說他願意去做 他就是想要做遊戲 恭喜英格自己就是一個怪人 然後又進入一個怪公司 這個公司本來就是一個小公司 然後社長也比較不照常規在做的事 所以也願意用這樣的人 其實這樣的人 說不定在一些遊戲公司 都無法被錄用 但是因為他很有想法 很有熱情 而且他實際進去以後 也發現他提出的很多這個遊戲思維 遊戲製作 都是有料的 所以沒多久 恭喜英格就慢慢生殖了 2005才剛進來 沒多久 做企劃什麼的 你會發現欸 怎麼這麼快就做到企劃 然後總監可能會想怎麼做得這麼快 答案很簡單 這家公司夠小 就是一個小公司 再加上他其實已經發揮了很多 他在遊戲上面的才華 當初他們就想要推出一個不破框架 想要做一個比較不一樣的遊戲 就是這款惡魔靈魂 但做到一半就因為想要加入的東西太多 整個企劃太龐大 但實現上有點處處都碰壁的狀況下 那這個時候公司英格就發現 他對這個遊戲很有興趣 他原本不在這個小組裡面的 他自己自告奮勇說 欸 讓我去那個小組吧 讓我來去參與做這個惡魔靈魂吧 當初這個惡魔靈魂的雛形就很吸引他 他覺得這簡直就是他夢寐以求的 他一直想做的東西 總之他就自告奮勇去做一個很困難的企劃 這就是 開始 結果怎樣 結果銷量大爆死 超級爛 本來以為公司英格怎樣做出了一個代表作 結果沒有 這款賣的超爛 在日本賣很差 結果怎樣 當玩家慢慢完會了以後 慢慢打通了以後 過了一次兩次才看懂故事以後 哇塞 神作啊 就開始在網路上很多網路論壇就在討論 怎麼打比較好打 怎麼過才對 還有劇情怎麼樣講解才對 哇 一討論起來以後 很多人發現 原來未前都還沒有真正玩懂 原來有這麼多細微的地方 因為他 你看嘛 藍另外一面就代表 還有很多可以鑽研的遊戲機制 這就是所有公司英高作品的特色 熬過了那個苦難 你就會看到他的美 原本你現在還可以說 黑魂當然也很賣沒錯 血緣詛咒也是代表作沒錯 可是這些都有點像是在怎樣 在那個圈圈裡面非常紅 可是這個圈圈還是比較屬於很硬的圈圈 喜歡這種遊戲的魂系玩家 可是支狼就有一點點打出這個圈圈了 像我真的是不喜歡玩很難的遊戲 所以以前我聽過黑魂啊 我根本就不想玩 但支狼讓我一玩以後怎樣 愛上了 所以支狼有稍微打出去這個圈圈 但他偏向的還是一樣動作嘛 然後困難嘛 然後受死嘛 但再看到法環 就更變相廣大的一般群眾了 他的遊戲就越來越打出了這個 原本可能只是Hardcore的玩家愛玩 現在已經變成非常非常銷售的 所有人都知道的一款遊戲了 愛爾登法環除了得到一大堆遊戲大獎 他本來就是一個大製作的遊戲 所以得到遊戲大獎完全不意外 可是他還得到一個什麼 科幻與奇幻藝術的年度大賞 也是在奇幻科幻方面最厲害 然後最了不起的一部作品 有人就說愛爾登法環的成功 是不是如你們所想像 還是怎麼看待這個成功呢 那瘋子欣高他自己的回答是說 老實說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成功 我們自己也不清楚 可能是因為跟喬治馬丁合作 他的功勞 或者是因為開放世界 或是遊戲規模更龐大等等 這些都有可能 但他也不確定 就覺得很妙 然後人家說 那你們是不是事先有做一些 對於小手面向去做這些設計嗎 還是說你們有沒有一套標準 然後瘋子欣高自己的說法是說 其實他在做一款遊戲的時候 不管是效量 還是玩家評價 他都沒有在care 他都沒有因為那些東西 而去改變他想要做的遊戲 他就想要以他心中想做的東西 為第一優先 他說像赤狼 像愛爾登法環 剛開始做的時候 都是風險很高 他沒有去管一定會賣 一定會怎樣 沒有他不管 他只是想說 我想要往這個方向做 像赤狼就是怎樣 想要把戰鬥 把拼刀的快感做到極致 法環就想要把這個自由探索 一個喜歡的世界 所以這些東西 在剛開始做的時候 他都只是想要玩他心中的那個理想遊戲 不管風險 不管挑戰有多難 他就是想要做他心中想做的事 其實基本上就是他的遊戲製作裡面 以後可能會做一個深入介紹 更多的介紹我們可以留到以後 好 赤狼的魅力對我來說就是這五點 赤狼的第一個魅力 史上最佳的戰鬥 我們找嫌疑狼好了 哈哈哈 找嫌疑狼來 來告訴大家什麼是史上最佳的戰鬥 有沒有 就是很爽 這個自己打出來 尤其我一開始是一個 不會玩這類遊戲的人 然後發現 哇我可以跟他擋的有來有玩 多爽啊 擋來擋去 是不是 雖然沒有每一下都完美擋 可是已經可以擋的差不多了嗎 這個就是爽嘛 欸他怎麼快不行了 欸他怎麼變弱了 賢疑狼 賢疑狼你太弱了吧 太弱了吧 欸我真的還以為 我一邊講一邊打不贏 結果還是打贏了 好啦 那我們現在從第一點看完了 史上最佳的戰鬥 那第二點要講什麼 違反直覺的機制 哈哈哈 為什麼說違反遊戲直覺 你看喔 首先你看到一個這麼大隻的一個人 你會怎麼打他 就是離他遠遠的吧 他在那邊揮刀的時候 你是不是就要閃 可是你會發現這樣打超痛苦 可是這是人的直覺啊 因為人遇到危險會怎樣 人遇到危險會閃啊 我看到危險我就往後閃 對不對 可是這樣的話你就會看到什麼字 看到這個死字 其實一直打帶跑 最容易反而是死 玩久就知道 你會發現真正不會死怎樣 反而要靠近他 反而要拼刀 他打你你就用擋個就好了 你用打帶跑 你很難累積他的架式 可是你擋幾刀 你看擋個幾刀他就死了 所以遊戲怎樣 鼓勵你去拼刀 第三個魅力 違反常理的主角 為什麼說違反常理 其實隻狼這個狼啊 我們所操控的主角 他在各個方面都違反常理 第一個 如果你要做英雄的話 英雄的外表應該要做得怎樣 很帥氣 狼長得超級普通的啊 穿著這樣子這麼普通 破破爛爛的衣服 也不像什麼很帥氣的忍者 想像中忍者應該可以做得更帥吧 都沒有 然後你看看這身形的差距 這是不是違反常理的主角 人家長這麼大一隻 我長這麼小一隻 這剛開始看到怎麼打 那還有一點喔 劇情中看起來會發現狼幾乎不講話 一個主角通常在遊戲中喔 比如說RPG類 或者說這種 你自己是扮演一個角色 在這個故事中要進行 你一定要有大量的對話吧 可是這整個遊戲超級妙 就是狼幾乎不講話 所以他在各個方面 都不像是我們傳統遊戲會看到的 這種主角喔 外型也好 劇情也好 真的是好讓人耳目一新 就是沒看過這種故事嘛 沒看過這種角色 欸欸欸怎麼死了 哈哈哈哈 那我們來講 之狼的第四個魅力 違反常理 才是人生啊 雖然我們都說老賊充滿惡意 就是你一邊玩的時候 一邊會覺得 哇 為什麼玩這種遊戲這麼自虐啊 甚至以前也有人講過 之狼是不是應該出一個簡單難度 可是我覺得簡單難度 之狼就不叫之狼了 有時候在一個地方就遇到陷阱 或者是以前宮城高 在做血緣跟黑魂 是不是有寶箱怪 就是寶箱以為是寶箱 就不是寶箱嘛 哪有人這樣的喔 我玩個遊戲 連到了寶箱那邊 都不能掉以輕心 但是怎樣 下一次你就會了 那我說的違反人性 才是人生 人生什麼時候會告訴你 等一下有一個困難的BOSS喔 人生會告訴你說 你進這家公司以後 有一個BOSS喔 而且再過一年兩年之後 有一個更大的考驗喔 都不會嘛 人生這個遊戲 我們說人生Online 人生這個遊戲 什麼時候要弄你 他都不會告訴你啊 宮崎老賊還會告訴你啊 他生命就是一直在做這樣的事情啊 而且對我們來說啊 好又死了 又又又又又死了 違反常理才是人生 你說人生哪有什麼道理 老賊他讓你在一次一次的學錯誤中 一次一次的失敗中 我們該死在哪一邊 啊下次我知道不要這樣走 不要這樣打 不要這樣死 你會慢慢學習 可是其實人生的成長 好像還更困難吧 對不對 但是在遊戲中 你會有一種錯覺 我得到了一個征服感 好像我做到一件 我原本做不到的事 其實我們的人生 也是一直在做我們 一直做不到的事啊 剛學腳踏車的時候 光是從那個什麼 小朋友的四輪車 變成兩輪車的時候 就會摔倒了 哇學腳踏車好困難喔 再來咧 以後我真的會騎機車嗎 其實人生的每一道關卡 我們都學的會了 以後我真的可以 每天上班下班 賺錢養活自己嗎 告訴你時間到了 你就會逼得你會做這件事了啦 人生的每一件事 也都很困難 但我們都慢慢會做到 但是在遊戲中 你會有一種錯覺就是 我花兩三個小時 我得到了一種成長 很大的成長 很大的提升 很大的滿足感 我好像得到動力 去完成下一個挑戰了 關掉遊戲 我去面對我的工作 面對我的人生挑戰 好像得到一點力量 這是真的喔 我是真的覺得 玩這種遊戲給人的成就感 就在這一點啊 第五點是 這是恭喜老賊的善意 是不是 我說這不是惡意 這其實是恭喜老賊的善意 那我已經講完了 我剛剛在講第四點 其實我第四點跟第五點 好像已經混在一起講了 好 那我們就用一星好了 一星是劍聖嘛 劍聖最適合來下一個劫語 一開始我看到劍聖一星 而且是更加強版的 好不好 每一個boss剛見面的時候 都會覺得 我怎麼可能打得贏他 然後你看 從一個原本 絕對覺得不可能打得贏的人 當你打到 打得贏他的時候 你好像覺得 我也完成了唯一一個大挑戰 得到勇氣耶 得到力量耶 像這一下 這個三連 這麼難 我也會 對不對 我們就從一次一次的死亡中學到的嘛 跟劍聖也可以打得有來有往 那我還有什麼難的 先退一步 退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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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太漂亮的結尾了 剛剛好還是雷反之後 空中最殺 那最後送一星上路 講結語 這個時候心裡得到滿足感 成就感多大啊 然後又有一種哀傷的美 因為一星的故事 其實是很感人的 而且你會發現 裡面有一件事很特別 裡面所有有不死能力的人 都在想要尋求死亡 因為死亡是解脫 一堆凡人 沒有不死能力的人 渴望農印 渴望不死 很諷刺 其實 枝狼是很有文學性的 但那些劇情的東西 我們日後可以再講 先在這邊講一個結語 就是說 枝狼他到底哪邊迷人 其實有一個特色 你看喔 現在是一個什麼時代 手遊的時代 對不對 我知道有好的手遊 這一定有 可是有太多怎樣 不自然造 而且是那種作業性的手遊 你看你玩一個遊戲 就會進去裡面 做任務 那你有點像是上班 做上班的任務 玩遊戲又再做另外一個任務 然後甚至像是那種 綁架你時間的東西 我就是去那邊點點點點點 點一個界面 點一個界面 一樣一樣把它點完 那樣的東西其實是得不到東西 那為什麼我說 枝狼上來看前面 好像也是 他也不是在受死嗎 你說這個真的比較高級嗎 你就是死了以後 把東西記住 然後重打一遍 你就記得他的 背了他的招式 那也是在背東西啊 那你說手遊機械化 枝狼不是也機械化嗎 不太一樣 首先你在遊戲中 你會發現一個特色 剛剛整個遊戲 你會像在看電影一樣 他的沉浸感 跟手遊是完全不能相比 然後呢 恭喜老飛 他當初是一個什麼 是一個29歲 轉換跑道 被人家覺得不可能 不看好 甚至進了那個公司以後 看到隔壁組的那個專案 我來做好了 人家說不要做啦 那個專案做不起來 他就是我要做 結果怎樣 做好以後被賣到臭頭 賣得爛死了 賣那麼爛 後來慢慢證明 他的東西人家是喜歡的 他的遊戲越玩是越上流 他的故事越拼湊 那個碎片越迷人 所以這些東西都是一般的 你不要說手遊 一般其他的大作也不見得可以做到他這種程度 而且最大的一個最棒的一個地方 我們玩隻狼 或者玩法環 為什麼我說他不是背東西 他不是說 我背的記得這邊有陷阱 這邊有人要打 我就把他背起來 這個背起來是無聊的沒錯 可是他不是只有背而已 他在教你什麼 他在教你每一次面對一個看似 不可能過關的地方 其實都能過關 欸這個地方多好啊 我乍看以前也覺得 誰打得贏獅子園啊 誰打得贏賤勝啊 誰打得贏老義父啊 結果怎樣 我打贏了 那宮崎英高是不是在藉此告訴你說 他以前曾經心裡也想過 我29歲的轉換跑道好嗎 要挑戰嗎 他挑戰了 他去挑戰隔壁組那個專案 做不起來的專案 真的要做嗎 他還是去挑戰了 每一次宮崎英高都在做 看似不可能成功的事 結果他怎樣 他都成功了 從一次一次的失敗 找到對的路 或者說沒有所謂的成功或對 我們就是不斷的嘗試 去找到自己的路 這就是魂啊 這就是滋壤啊 這就是宮崎老賊的人生啊 那今天這個全新企劃 全新挑戰 算是成功吧 對吧 也打贏賤勝一心了 也跟大家分享完這些故事了 感謝大家 大家晚安 掰掰 今天的故事說到這裡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歡迎訂閱 並且打開小鈴鐺 收看更多精彩故事 你的訂閱按讚留言 就是我創作最大的動力 我是說出了劉裕 我們下次見 按讚 按讚 按讚